与台湾电子商务业息息相关的第三方支付草案 下个月将送行政院审议 今天经济部邀请部分业者进行闭门会谈 虽然部长张家祝不愿透露口风 但台湾第三方支付业者说 支持官方将除值上限提高到3万 两天这都不出问题 那再来就是现在的除值账户是不能够退款的 这是非常的荒谬的事情 因为我除值进去就是为了去买一个商品 结果我没有买成了 这个钱我无法领出来 欧福保总经理林一宏说 期盼第三方支付草案过关 随着大陆电商业者逼近台湾 怎么增进台湾业者优势 也成为政府重要课题